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将于8月11日至10月15日 在桃园市青浦区高铁捷运站附近展开 南投县在博览会的台湾馆中设置南投县展区 县府日前也与一楼大厅举办开幕记者会 由县府文化局长林荣森宣布这项展览活动资讯 邀请民众前往参观体验南投客家之美 世界客家博览会定于8月11号到10月15号 在桃园的会展中心来隆重登场 我们南投馆也设在台湾展区里面 我们这一回所定的主题是叫做 客中有客 南投好客气 也就是我们要凸显南投客家是来自多元 来自全省各地的客家的多重的组合 所以我们在客家的语言腔调 在客家的传统文化习俗方面 都比其他的县市要来得丰富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一回的这个展区里面 我们总共分成三大主题 就是群客力量 还有这个三中游客 以及反客为主 先元林荣森感谢县府文化局 对于本县客家文化的重视 将本县客家三大主轴 与世界客家博览会设置展区 相信借由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民众对于本县客家文化及历史 有更深入的认识 世界客家博览会在我们的桃园举办 那么我们南投县当然不能缺席 感谢我们文化局理局长 特别领军到我们的这个桃园来设展 那么也希望借由展览 能够将我们南投的独有的客家文化 来跟我们全国的好朋友分享以外 也来做交流 尤其我们知道南投县的客与文化 不管是在精神层面 还是我们的农产方面的一个多元结合 可以说是在全国相当的有名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更加了解到客家文化以外 也感受到南投县对于客家文化推展的一个独特性 随心说透过这个外团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对着南岛对着我们的客家文化有更亲爱的印象 展区更以沉浸式互动体验剧场 展示南投客庄遭受921大地震打击后 客家族群以应景精神进入载后重建 并于正后首次发起国性强成功竞赛活动 借由推展船夺旗竞赛活动来鼓舞人心 更演变为现金客庄大街 为凝聚南投客庄的新能量 场观民众更可与现场 透过多媒体游戏互动体验 南投专属的客家文化 推展船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记者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